再來我們看到是高雄的房臺 在柯仔聊漁港 目前呢 漁港的漁船是指出不進 船員都要上岸來安置 永興漁港的漁民 擔心強風好雨 會造成漁船受損 也先請調車把船調上岸 漁船一艘一艘在岸上排好 颱風山陀兒來襲 高雄永興漁港的漁民 擔心強風好雨 會造成漁船受損 30號就先請調車 把船調上岸 沒把船調上去的漁民 一號也趕緊再來加固 高雄沿海已經出現長浪 可以看到浪一道一道的 打進漁港內的堤防裡面 不只漁民要強化防臺 就連高雄市長陳其邁也不敢大意 親自到漁港來視察 視察鵝阿寮漁港船隻加固情況 山陀兒行進速度緩慢 但高雄首當其衝 陳其邁表示 颱風可能在鵝阿寮登陸 帶來十六十七級的 致災性強陣風 加上短延時強降雨 破壞威力可能超越四十七年前造成三十七死的 塞洛馬颱風 市府嚴陣以待 我們停泊的漁船大概是三百八十九艘 那船上的外籍船員總共一百一十六人 我們都已經請他們上岸避風 至於在前鎮漁港停放一百零六艘遠洋漁船 也進入備戰狀態 陳其邁更要求百頓級以上漁船 除了必要的留守人員 其他船員都要上岸安置 並請高雄區漁會 遠洋漁業三大工會協助安置外籍漁工 至於山陀兒可能引發颱風暴潮 從高雄陵園到屏東方寮都在涵蓋範圍內 請民眾務必留意安全 計較翁榮 陳鴻義 SMG小組 高雄採訪報導